那我们这个模仿积木最后一节了 最后一个面 天地人和 这个讲的是一个大的概况 首先天呢 一定是说比较高的领导 就是领导这个面 梯天行道 随时而变 这代表这个最早的连山 连山归藏 周易嘛 变意 天是斗转星意 无时无刻 都在变 它就讲一个阴阳而已 就是简单的这个两元素的变化 就象征着道 是上柔的 是无为的 守静的 这个并无矛盾 说天也会想到地 这个他就是 就是 这样默默的 无声无息的 运转 这地呢 地啊 下降到这个圆弓 最基层的 脚踏实地嘛 有守规矩 天神地利 这个就代表归藏 也叫归藏 是不易 不能变的 不能随便变的 第一道讲一个什么呢 柔跟刚 这个就具体的 实在的感觉了 这个就像是墨家 墨家 是非常的务实 想当年这个墨子 身体力行 再加上他的观念 势必功勤 心力轻微 他这个 并不比孔子做的差 只是他的一些思想 没有被后来 帝王们所没有用 所以就慢慢的 消声匿迹了 以后我们有机会 再讲败家证明 他就要让人墨守成规嘛 踏踏实实的 尖爱 说上弦 注重这个技术 实力 实际的 正公司嘛 这个墨家是最基层的 这个 像我们小学 小学生 要踏踏实实的 本分 老老实实的 因为中国人脑子很活 从小啊 你先要 做到 诚实 最后慢慢再 变 刚开始就变了 后面就乱变了 那就 很麻烦 然后 说人 这个就是 中 中道 这是干部层级 这些都是干部 和 要顶天立地 所以说这个干部 其实最难当的 领导 领导 只负责发令 让你干什么 干就行了 这个员工们 只是 做事的 让我干 我就干 这个 到底该不该干 他就出了问题怎么办 都是他 这个 这个就出意 交易 交易 上下 交互 要行仁义之道 人 就是这种 强调要 这种 方式 这是意境里面的 东西 要顶天立地 这个就像儒家一样 讲究轮场 讲究时钟 中庸 最后呢 又出了这个佛呢 是不是这个佛 最高呢 当然不是 但是呢 我们说 最基层 每个阶段 不同的人都需要 最基层是末 中层是儒 所以说我们 行仁道 常年都是 独尊儒术 自汉朝以后 最高层 那是道 那这佛呢 它是整个的一个 圆圈 四大阶空 什么都没有 又什么都有 都在集中 它不参与这个 这个世界的东西 自然之道 要动之以情 交之以理 生之以法 这个情理法 也是上 中 下 三个层面 各有各的用 我们会担忑